我跟我对象呢 在一起已经快两年了 我俩刚在一起那会儿 我体重是刚好一百斤 我对象他是四川人嘛 每天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 结果我俩在一起了快四个月吧 就一下长到了一百五 我朋友经常就老调查我嘛 就说他跟你是不是有仇呢 把你喂这么胖 我觉得是 可能是我俩真的是上辈子有仇 然后这辈子本来挺瘦挺漂亮的一小姑娘 然后被他为了这么胖 以前所有的衣服呢都穿不了了 我出去买衣服的时候呢 发现我自己喜欢的呢都穿不上 而且出去买衣服的时候就会很受打击 希望就是在减肥啊 还有就吃他做了各种好吃的的同事 就是两不耽误吧 他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回家吗 然后有一次他胖了之后 他回老家那边 然后把他妈的吓了一跳 他妈说我的天哪 你咋胖这么多 反正我自己觉得 还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 能给自己做饭 或者给自己爱人做饭 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吧